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求素颜的是什么呢 秋风起吃蟹正当时 今天我们要素颜的镇江江蟹 有一个很奇怪的卖点 是说它气味腥香浓郁 通常我们都对有腥味的食物是比较抗拒的 那这个镇江的江蟹怎么反倒拿腥香当自己特色了呢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素颜之旅吧 秋高气爽的时节 我们来到江苏省阳中市溯源 阳中市地处江苏省西南部 长江下游南岸 长江绕着阳中拐了个大大的弯 这里正是镇江江蟹的主要产区 秋雨渐润了镇江的秋意 秋风吹黄了枝头 是否也吹痒了匆匆的蟹脚呢 这里是镇江阳中市的一家农贸市场 那么在这里经营水产的像螃蟹大闸蟹这样的自排 可以说随住可见 那么我们在这里能不能找到 清香味浓郁的镇江江蟹呢 金秋时节是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 到底哪些才是有新香味的镇江江蟹呢 这蟹怎么卖的 28一只 20 20一只 这都是21只吗 有20的 有12的 对 这是20的 对 这是12的 是小点 是大点 这些螃蟹是不是当地特产镇江江蟹呢 哇 我真的很 哇 我去去去 这家伙 你闻不出来有什么味儿啊 一打听才知道 这些数量不多的螃蟹 产自固城湖 并非本地江蟹 镇江江蟹属于中华 它融翱蟹 典型特征就是黄毛金爪白肚皮 对照标准 我们还真找到了地道的镇江江蟹 那它们到底有没有浓郁的腥香味呢 我怎么闻起来 它没有那种明显的这种腥香味 要把它蒸熟了才有腥香味 那咱就把螃蟹蒸熟 领略一下这腥香味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美食体验 刚出锅的螃蟹我来闻一闻 果然是腥香浓郁 但这个腥香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既不是鱼腥也不是土腥 里边带有淡淡的水草的清香 是一种非常复合独特的风味 那腥香浓郁的螃蟹真的活性足吗 我们必须到养殖场寻找答案 溯源继续 半夜捉蟹如何看活性 螃蟹吃啥才会有腥香味 镇江江蟹年产量4000多吨 作为镇江江蟹核心产区 我们来到阳中市一家规模较大的养殖基地 探寻蟹有腥香的奥秘 奇怪的是 我们在蟹塘里却没有发现一只蟹 这腾里面有几万斤螃蟹的 有几万斤 我可是一只也看不着 那你不再去 马上倒完就去看了 难道镇江江蟹是昼伏夜出吗 夜幕降临 养殖基地漆黑一片 我们只能借助手电筒的光 寻找螃蟹 咱这白天见不着 晚上能见着吗 哪有啊 你看看那边都是 这都趴在岸上了 对 爬上来了 那边你看 在灯光的照射下 果然在岸边和潜水区 发现不少螃蟹 可为啥 只在晚上才能找到它们呢 因为螃蟹它 细腺它就是晚上出来 晚上出来 吃射也是晚上吃射 这个螃蟹是不是怕光 对 按孙万红的说法 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 有辛香味的镇江江蟹 那它们的活性到底如何呢 这个就凶得不得了了 这个鞋就想得不得了了 你看你现在只要动它 它就夹你了 动它眼睛吗 动它眼睛对 你碰它的钳子 你看它马上它有反应 有货往外收 不仅蟹钱反应敏捷 就地翻个跟头 也不在话下 一不留神 编导还亲手领教了一把 啥叫活性足 编导用切符之痛 证实了这些螃蟹的厉害 那它们是不是只在晚上 才能显现出这样的活性呢 白天也是一样的 白天也可以 也可以 翻根头啥都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白天咱们不是见不着它吗 我们有办法 老孙趁着夜色 进行了一番操作 这么一通忙活 就能看出螃蟹白天的活性吗 第二天一早 老孙拉起头天夜里 下进堂中的地龙 螃蟹竟然自投罗瓦 晚上异常兴奋的螃蟹 到了白天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活性不错呀 来来来来 你放里边看会不会翻个跟头 翻个头可以翻个的 这是雨水的头 个 翻得不错 有辛香味的镇江江蟹 果然活性足 可辛香味又从何而来呢 你看看我们这个堂里面 马就知道里面的秘密 看堂里边 我们在堂里一通寻找 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只能放大招了 我让我们的无人机 飞一下 看看它到底还有什么 无人机在蟹塘上空 反复搜索 除了发现堂中的水草外 还真看不出蟹塘里 藏着啥秘密 我们这个草 是在外面引进过来 人工种的 人工种的 卷门是 这个 针对这个螃蟹的细心 为它粮食打造的 不就是种了些水草吗 用得着那么夸张吗 水草跟螃蟹的辛香味 能有啥关系呢 而且我们发现 水草不只是种在岸边 水塘里种的到处都是 完全看不出有啥规律 没错不行 要不是我们来做个实验 老孙又弄上来几只螃蟹 到底要做一个什么实验呢 你妈看看螃蟹 螃蟹往哪里跑 把它放出来看怎么跑 对 把螃蟹放在岸边 乍一看 它们似乎没头没脑地 四处乱爬 可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不管往哪儿爬 螃蟹最终一定会躲进草丛里 这又是为什么呢 没有草影响它的存活率 存活率就会降低 降低了 这个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了吧 这些水草咋还关乎螃蟹的生死了呢 没有水草到底会怎么样呢 首先它这螃蟹养不大 另外这个螃蟹产量就会下降 第三这个螃蟹可能你到了最后 你这糖里面发现不了这螃蟹 这个说法更吓人 这草有那么大作用吗 这水草它种在这里能提供螃蟹一个遮阴的场所 夏天高温它直射水面 你看没有这个水草 这水草就跟树荫一样 你没有这个水草 这个水温就一下上得很高 既然水草是螃蟹成凉的地方 咋还一片一片的 为啥不把整个池塘都种上草呢 如果没有那个不值一片片的 也降低它的存活率 连蒸片也会降低存活率 对对对 没草不行 草多了也不行 这是个啥操作呢 据说水草的作用不仅仅是给螃蟹遮阴 螃蟹它对这个水环境很敏感 这水草它在里面能增养 能够净化水质 然后给螃蟹提供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 螃蟹的一生要经历18到21次退壳 在这期间螃蟹身体虚弱 很容易感染疾病 螃蟹退壳时 要选择安静而隐蔽的地方进行 通常是躲藏在水草茂盛盛的潜水区 这样才能减少天敌对它的伤害 所以水草关乎螃蟹生死的说法 一点都不过分 接下来老孙带着蟹农们的一番操作 实在让人看不懂了 他们拉起鱼网 把大量水草锯成一个圆形 这是要干嘛呢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水草被排出蟹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是现在这个割草去 把这个草割掉的 等一会儿就把这个草全部就打垃掉了 割掉了 割掉了 怎么是割掉了呢 不是说水草对螃蟹很重要吗 咋给割掉了呢 最让人费解的是 也没看见有人拿镰刀 船只是在草丛中驶过 咋就把草给割了呢 你不是看到那个 上面有机器在动吗 它上面有两个杆 它底下是有割草绳 它就是通过这个循环运动 把这个草就割掉了 两个杆能割草 待会儿我得用我的摄像机 我得下去看看 好 感情船上装着割草机呢 没有水草会降低螃蟹的存活率 但是我们却发现 草并不是连成片的 而且现在又要大面积割草 实在让人不明就里了 因为草太灭了之后 它会好氧 就是消耗水水里的氧气 等于说和螃蟹来蒸这个氧气 对 而且水草过于茂盛 还会影响螃蟹的活动和设施 即时割草 可以给螃蟹正常的生长 释放更多的空间 但是让我们不解的是 草太密了要割 咋长得高也要割呢 这个草它去头之后 阳光照不着急 去头的地方有苦事 原来草在给螃蟹提供 藏身之处的同时 不能把光遮得太严 影响水草的光合作用 让人奇怪的是 不割草的时候 水面上咋也飘着草呢 这个是被螃蟹吃掉的 被螃蟹吃掉了 吃掉了怎么还能飘在水上呢 我拿给你看看 来来来 吃 鼻子它不吃 它主要是吃它的嫩头 就吃它的根部 根部 它一吃根部 这草就等于没根了 没根它就飘起来了 说了半天水草 到底跟螃蟹的新香味 有啥关系呢 它人长得又大又好 活性足 那它的新香味也很十足 把长江水引入蟹糖 种上水草 难道镇江江蟹的新香味 就来源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吗 老孙告诉我们 新香味跟螃蟹吃什么 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不就是小杂鱼吗 对 闻着有腥味 还有具关键的 等会你下去看看 蟹糖里到底藏着啥秘密呢 你让我拿着一个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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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真的捞 捞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看看 是啊 蟹糖里除了水草 不就是螃蟹吗 没想到 编导捞了半天 却捞上来一只死螃蟹 我怎么捞上个螃蟹啊 你看看 这是个啥 这是螃蟹 这我捞的壳 你看 螃蟹疼的壳 你看 螃蟹推的壳 你看你看 螃蟹疼的壳 仔细寻找 水里除了水草 蟹壳 竟然还有大量的螺丝 就算水中有大量螺丝 跟螃蟹的新香味有啥关系呢 螃蟹的那个 这个最喜欢吃的这个 天然耳料 我们投进去的 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为什么要给螃蟹吃这个螺丝呢 这个螃蟹那个新香味 就提那上面 对于螃蟹来说 鲜活的螺丝可是好东西 螺丝不仅营养丰富 能够促进螃蟹生长 还能让它拥有浓郁的新香味 而且螺丝还能大量 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 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但是我们却发现 池塘水面上 总是飘着一层浮沫 这样的水真的干净吗 怎么看着这么脏呢 那怎么证明你这个水干净啊 等会我们去扔个地龙 你看一下 扔个地龙下去 啥也捞不上来 就说明水干净吗 两个小时后 还真有不小的收获 有虾还有一种叫不上名的鱼 这是砂糖礼 砂糖礼 就是锦制水质的 这个水不好它就长不起来 这个水里有它 说明这个水质相当好 相当好 既然水质相当好 可为啥水面上会飘着浮沫呢 这个误会了 这里面全部是草籽 干净螃蟹的新香味 不仅跟螃蟹生长的自然环境 吃的东西有关 还跟干净的水密不可分 带着淡淡青草香味的螃蟹活性足 那活性足的螃蟹 在当地怎么吃 才最地道呢 溯源继续 挑螃蟹如何分公母 有蟹黄的母蟹怎么选 虽然螃蟹还没有大量成熟 但是有一些早熟的螃蟹 得抓紧上市 满足迫不及待 想要尝鲜的人们 再着急 螃蟹也得细细分级才能卖 螃蟹的贵贱 到底是根据啥区分的呢 一个是分公母 还有一个就是分大小 分大小简单 可这公母咋个分法呢 母蟹的话 你看它肚子是圆的 公蟹的话 你看它这个蟹 它是尖尖的 然后它两个 钱的话 也是有大小的 你看公蟹的钱 就比母蟹的钱要大很多 虽然母蟹比公蟹贵 但什么时候吃什么蟹 那是有讲究的 九月吃母蟹 十月吃公蟹 俗话说 九月团齐十月间 意思是说 农历九月 母蟹的蟹黄长得最丰满 到了十月 公蟹的蟹膏 也叫蟹油最为厚实 所以吃螃蟹油 九瓷十熊的说法 公蟹和母蟹 到底哪个更贵一些呢 母蟹要贵一点 既然是母蟹贵 那可得擦亮眼睛了 因为母蟹最诱人的 当属蟹黄了 而不是所有的母蟹都有黄 必须是成熟的母蟹 一个就是 把它肚脐扒开来看一下 如果成熟的话 它是可以看到它 很明显的黄的 里头发青 就是没长成的母蟹 卖螃蟹除了分公母 还要分大小 像我们一般都是 三两的母蟹 四两的公蟹 然后三两五的母蟹 四两五的公蟹 这样区分的 重量高的要贵一些 在镇江买螃蟹 可是有说到的 如果给自己吃 公蟹母蟹全凭个人喜好 但馈赠亲友 必须公母搭配 为的是图个吉利 买回家的螃蟹 有时候会遇到 单薄干瘪的蟹 怎么样才能避免 这种情况呢 捏脚嘛 如果它的壳很硬的话 说明它这个螃蟹 已经成熟了 人间烟火气 最抚烦人心 秋季的镇江 是江仙大量上市的世界 常年到 蟹喂上桌 百喂蛋 最让人心心念念的 还是螃蟹的那一口鲜 镇江江蟹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按照标准 蒸熟后的蟹 必须是蟹黄鲜美 肉质嫩滑 回味甘甜 气味清香浓郁 怎么吃才最地道呢 现在我要忍受住 这个蟹香的诱惑 因为这个在当地 蒸熟的螃蟹 可以把它制作成 非常有名的一道 特色小吃蟹黄包 留着肚子 待会儿呢 咱们去吃蟹黄包 碧鸿在镇江经营着 一家餐馆 主打蟹黄汤包 十几年的坚守 他们家的汤包 皮越做越薄 馅儿越薄越多 蟹香味也越来越浓郁 有了自己的独家秘籍 人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呢 蟹肉蟹黄蟹油加得多 它的那个口味会非常地香 当你吃完这个汤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满口里面 都是蟹香味 而且这个蟹熬出来 它是必须当即的新鲜的螃蟹 剥开来的蟹肉蟹黄 然后进行熬制 蟹黄汤包以猪肉蟹肉 以及蟹黄为主要馅料 取猪肉之肥嫩蟹黄之鲜美 蟹黄要一点一点挑出来 蟹肉要细细地擀出来 慢慢地熬出蟹黄汤包 最具灵魂的蟹油 但是馅料里还要拌进去 一种白色的东西 这又是什么呢 既然是蟹黄汤包 汤汁又在哪里呢 蟹黄汤包必须是现点现做 才能领略它的鲜美 这就是蟹香满满的蟹黄包 我现在我看能不能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还不破 当地有一个顺口溜 叫轻轻提慢慢移 提这么高 它竟然可以不破 蟹黄汤包皮薄馅嫩 刚上桌的蟹黄汤包 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汤汁的流动 蟹黄汤包制作绝 形态美 吃法上也大有讲究 慢着慢着慢着 不对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口溜 是先开窗再喝汤 后吃光 先开窗什么意思 先把这个窗户开下来 然后用吸管 用吸管开窗 把里面的汤喝完 好 开个窗 对 晶莹剔透 吹痰可破的皮包着肉馅 肉与皮之间包含着饱满的汤汁 香气四溢 令人垂涎 一口咬下去 蟹香浓郁 满口流香 现在就是这个螃蟹的 腥香味 它变成一种非常独特的 风味物质了 非常鲜美 但是让我们好奇的是 拌馅的时候 没见加入什么汤汤水水的东西 鲜美的汤汁 是从何而来呢 精心熬制的蟹黄油 又去了哪里呢 我们那个里面加了料 有料 对 什么料 就是这个 壁鸿给我们看的竟然是肉洞 难道汤包里丰厚鲜美的汁水 就是它吗 是用猪皮 然后老母鸡 然后再加上猪狗头 熬的一锅汤 然后冷却下来之后 然后切成一块块的条 剁成碎的 然后放在肉里面 这样子它的汤汁就多了 所以有用吸管吸汤的这个过程 蟹黄味十足的蟹黄汤包 并没有看到加入蟹黄油 蟹味又从何而来呢 现在呢我们用素油 加一点荤油 然后熬制出来的蟹黄蟹肉的那个洞 它就非常的香 感情浓郁的蟹香味 是把熬制的蟹油汁冷却凝固 再加入馅料 制作蟹黄汤包 选料讲究 配料独特 工艺精细复杂 从旁边去的选择 蒸煮 到熬制蟹黄油 再到做出汤洞 直到汤包捏制成功 竟然多达33道工序 展现了人们在大闸蟹的制作上 所迸发出的惊人的创造力 让辛香浓郁的蟹味得到了升华 这下算是搞清楚了 镇江江蟹的辛香 其实是养殖环境中的水草 赋予螃蟹的一种独特的香味 镇江江蟹凸显辛香这一风味特点 在折射出螃蟹生态养殖方式的同时 提炼出自己的差异化卖点 彰显品牌的符号特征 有效地提升了品牌竞争力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